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五 华为P60Polo都已经发布了 那么上一代的华为Mate50系列市场行情如何 今天呢 也是一位广东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了一台二手的华为Mate50 让我们一起去市场看一下最近行情如何 手上这台呢 就是这位广东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了一台华为Mate50系列的机器 8加256G的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是在4100左右均能入手 相比全新机 这里也是有一个800左右的差价 芯片呢 采用的是第一代骁龙8加的4G处理器 支持屏幕面容解锁 6.7寸的屏幕 后置搭载5000万的像素 手上这台呢 也是为云南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了一台华为Mate305G版本8加128的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是在2300左右均能入手 芯片采用的是麒麟990的处理器 支持鸿蒙系统 6.62寸的直面屏 后置采用三个像头4000万的像素 虽然说华为Mate30出来很久了 但是如今呢 拿来当主力机或者游戏机 再用个两年到三年左右 性价比依旧是非常高的一款机器 4000多的预算 如今华为Mate40Pro性能依旧不错 手上这台呢 是一台5G版本256G的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是在4700左右就能入手 如果说对5G网络没需求 比较追求性价比 也可以考虑4G256G的市场拿货行情呢 是在4100左右 性能方面完全不用担心 芯片采用的都是麒麟9000的处理器 支持鸿蒙系统 屏幕呢 采用的是一个6.76寸的双全面屏 握持手感非常不错 电池容量也有4400毫安 手上这台华为Mate30保时捷呢 也是一位安徽的粉丝 关注我们半个多月 选择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机器 12加512G98层清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是在4700左右就能入手 外观颜值也是非常有逼格的一款机器 性能方面呢 也是比较不错 芯片呢 采用的也是70990的处理器 支持5G网络 屏幕配备的是一个6.53寸的瀑布屏 后置4000万的像素 4500毫安的电视容量 相比全新机 这里呢 也有一个6000左右的差价 性价比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手上这台性价比非常高的游锁卡贴机呢 也是为云南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12pm 95成新的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是在3400左右 手上这台机器呢 电池效率也是非常高97机器呢 也是一个原装无菜无修的一个机器 目前12系列配合一CM模式 信号非常稳定 同时呢 也是支持5G网络 手上这台呢 也是为江苏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了一台无锁光环机 电池效率100原装机器 外观成色98成星 像这种电池效率100的市场货呢 基本是找不到的 大部分都是繁星机 那这台呢 我们也是找了非常长的时间才找到一台光环的 然后市场行情的话差不多是在2400左右 目前来说拿来单主力机再用个两三年呢 性价比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机器 6.5寸的大屏幕A12的处理器 同时呢 电子容量也有3174毫安 手上这台全新未激活的游锁卡贴机呢 也是为深圳同城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256G的 紫色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是在5700左右就能入手 这台机器呢 我们也是改好双卡 检查好机器外观成色没问题 等会测一下基础功能 然后就直接去发货 手上这款手表就是目前市场非常火的一款华为手表 华翔北GT2POLO保时捷的一款手表 功能方面也是非常的多 不仅支持NFC门禁卡 同时呢 还支持AI语音助手 还有高吸力无线磁吸 双击触摸亮屏 健康监测等等功能 屏幕采用的也是1.45寸的无边界设计高清大屏支持60赫兹的高刷新率 这款手表的话 也是目前华翔北语品质最好的一款苹果s7 功能方面呢 也是非常的齐全 屏幕采用超高清1.95寸的高清全面屏 语音助手NFC碰一碰亮健康码 天气预报 无线磁吸 蓝牙通话这些都有 同时还有吸屏常亮的功能 而且手表呢 它还是可以设置独立闹钟 蓝牙耳机最新款 洛达1562E 品质非常稳定实惠 三代Polo最好用的还是这款有降噪的最新款 月虎1562AE 不仅降噪效果好 而且续航也很给力 四代最新款 洛达1562E 支持空间音频 音质也很棒 座arn 2 3 3